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成当初相守的誓约 最终也还是心里若有芥蒂 孤独是人的宿命 每个人都一样 因为孤独我们才会不妥协命运 因为孤独我们才会完成自己的理想 因为孤独我们才会理解人生的真正含义 廖一梅说每个人都很孤独 在我们的一生中 遇到爱遇到谁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两个人过日子 相守容易相懂难 很多时候妻子用一辈子的付出 却换不来丈夫一次相惜的目光 即使是自己的枕边人 也难以懂自己 一 自己理解自己 白岩松说 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 翻天覆地了 可是在别人看来 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 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人的一生注定单枪匹马 这个世上 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你内心的所想所需 即便是一辈子同床共枕的人 也有彼此心不交融的时候 夏琳和大为结婚三年了 平时都好好的 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就在夏琳那次生病后 她的心彻底凉了 不大不小的一场病 但大为说公司有事 没有陪她 她自己一个人 顶着难受去的医院 挂号排队就诊打点滴 折腾了一个下午 好不容易回到家 看到大为正躺在床上看手机 夏琳问 你做饭了吗 我饿了 大为说 自己煮一袋泡面吧 我也刚回来 很累 想歇一下 夏琳相信了大为的话 拖着疲惫的身体煮了碗面 却听见大为和朋友打电话 我都闲了一天了 现在才找我 挂了电话 大为换好球鞋出去了 那一刻 夏琳心里全是酸楚 自己病了 她借口说在上班 其实是在家休息 她没陪着去医院 却跟朋友去打球 樊高说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 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 即使自己心里再痛苦 对于别人来说 也没什么大不了 都说人心隔肚皮 谁也不知道 谁心里想什么 痛苦也是 心核心隔着空间 就像用刀子弯自己的心 也许你很疼 但别人 永远体会不了 作家 星仪乌说 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叫得再大声 也是白费功夫 这个世界上 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承受 别人的不理解 或许是人的本性 但是自己一定要理解自己 帮助自己 即便生活中再大的难关 也要自己咬牙挺过去 因为经历了飘雪的冬天 就一定会迎来繁花锦簇的春天 脾级生态是命运的定理 要对自己有信心 有希望 他不理解你 你自己理解自己 二 别奢求爱人完全懂你 人生而孤独 即使再亲密的关系 情绪也不能完全对待 在小舍得中 南丽和夏军山的婚姻关系 非常融洽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都能彼此包容谅解 可是一样 在南丽职场受阻 孩子上学计划落空的时候 两个人开启户怼模式 夏军山说南丽 如果一个人过得不好 就赖父母 说明他的人生是失败的 南丽反对他说 你又能好到哪里去 你跟你爸妈没较劲吗 在全剧中 最被观众看好的一对夫妻 感情也会产生裂痕 曾经有位学者 做过一个实验 他找了几对 一起生活数年的伴侣 让他们分别猜测 另一半对实验项目的选择 结果准确率 仅有44% 人永远没有自己想象的 那样了解自己的爱人 他的喜怒哀乐 他的心思意念 不说你就不知道 所以到任何时候 都不要奢求 另一半懂自己 因为这只是你过于美好的期待 如果你太过分地要求爱人懂自己 他会很为难 弄不好 还会增加 他对你的莫名其妙 所以 人应该自己懂自己 自己了解自己 自己做自己生命中的知己 三 保持好奇 心动的信号里有一句话 结婚并不是恋爱的终点 你们一起上车 能不能一起做到终点 其实不好说 两个人在一起 互相照顾 互相理解 但是 我爱你 并不代表我应该爱你 好的爱情 是让彼此都活成了翻不厌的书 这一件事 是一对老夫妇教会我的 记得以前 学校里有对老夫妻 双方都是教授 他们每天晚饭后 都会在学校后院那边 慢慢散步 两人间 给人感觉十分和谐 说来也巧 有一天 我参加一次讲座 刚好是老夫妻中的男教授来讲 机缘巧合之下 我和这位 七十多岁的老教授结识了 某次聊天 他曾对我说 其实 夫妻两人相处 是最容易彼此厌烦的 原因是 两人每天朝夕相处 对对方实在是太了解了 如此 便对彼此失去了好奇心和兴趣 这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 所以 做丈夫的也好 做妻子的也罢 在婚姻生活中 都得不断地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成一本 让对方如何也翻不完 翻不厌的书 这样婚姻才能一直保持新鲜感呢 这话说得睿智 热恋的时候 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 因为彼此还不够了解 热恋之后 真的是没什么话 理由是太了解彼此了 刚爱上时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两个人互相讲述自己的生活 这一讲就是一晚上 怎么说也不厌 恨不能也能永长 时间一久 两个人真是连对方 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 姓慎名谁 曾讲过几个好玩的笑话 都知道了 简言之 一句话 对方这本书 真的被翻得差不多了 所以 厌了 当对彼此再无新鲜感之后 感情的危机 也就来了 坊间有句俗语叫 别人的妻子 自己的文章 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 不就是说 神秘感是很重要的吗 自己的妻子 每天朝夕相处 非常了解 而别人的妻子 却有着神秘感 而这神秘感 会激发人的好奇心 所以 好像别人的妻子 会更有魅力一样 婚姻教皇 约翰·戈特曼 花了四十年时间 追踪了三千对夫妻 然后得出了一个 婚姻幸福长久的秘籍 永远对彼此感到好奇 永远不要停止对话 许多夫妻 在结婚后 认为彼此熟悉了 认为可以省去花钱月下 但是 他们却疏忽了 夫妻之间 很多时候 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如果彼此之间 袒露的隐私越多 就越会失去 对彼此的兴趣 而当你在对方面前 没有隐私的时候 你们之间 也就没有了爱情 无论是新婚燕儿 还是老夫老妻 保持婚姻新鲜的秘诀 就是在对方心里 保持好奇心 这就需要 你在对方那里 断绝理所当然的想法 两个人在一起 不要理所当然 而是要设身处地 夫妻之间 要以诚相难 与其在琐碎的生活中 苟求彼此的懂 不如在彼此之间 互相包容 互相扶持 圣经里说 爱能遮掩过错 能联络全德 所以只有真心相爱的人 才会在生活里 找到对方和自己的正确位置 也只有真心想相爱的人 才会让生活流光溢彩 张爱玲曾说 因为爱 所以慈悲 余生 愿你历经柴米油盐的琐碎 历经烟熏火燎的平凡 仍能牵手自己心爱的人 到达幸福的彼岸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